哈囉 直播 各位觀眾 現在馬娃颱風是慢速在北京當中 但是它的這個外圍環流 也影響到台灣整個沿海地區 那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是基隆外木山非常有名的戶外游泳池 叫做海星游泳池 那也是因為颱風的緣故 所以今天是不開放的 海星人員也在這邊 紮長巡弱 如果有民眾要到這裡的話 都是會被做勸阻的 那也是要提醒您發布海警之後 如果官浪還不聽勸的話 最高可能是會開罰25萬的 好 那這個外圍環流 它也是讓整個這個離島的蘭嶼 這邊都有長浪發生的可能性 那像是我們目前在的這個 北部基隆海岸這一邊呢 是有觀測到 可能有4公尺到5公尺的浪高 所以提醒大家還是要多加留意 至於這一波馬娃帶來的雨勢呢 雖然說海警有機會在今天晚上解除 但是下雨的部分 恐怕是要影響到週五了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精英情形 我們再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